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初步研发发动机突然失灵口似造成意外 主印第一时间朱星尚未甚至还跳伞求生 不过外界好奇明明F5是双发动机 也让外界质疑究竟这中间出了什么状况 F5的有两个发动机的确他如果是单发动机失效的话 另外一个发动机仍然可以维持飞机的飞行 可是可是这个在一定会影响到飞机操作的性能 F5行机的这个系列的部队全面停止飞行 执行特解以及调查作业 阵地追毁飞官朱冠谋遭救洗后到院前意识模糊 早已没了呼吸心跳 送往台东马街医院抢救人回天法术 意外发生震惊国防部上下就连国安局长邱国正都深感不舍 邱国正难言失落哽咽 但F5战机在台服役超过四十年 机型老旧四个问题 另外飞行员弹射开伞瞬间十几点同样值得关注 贴在地面上的话 他飞机在地面上的话 他做弹射跳伞都会成功 但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说飞机在一个急速下降的情况下的话 他做这个跳伞动作会导致他的跳伞会失败 战机坠毁事件已让飞官家人没有办法接受 接下来国防部还得绷紧神经还原事实真相 接着李明德林事大谢前台北台东资讯报道 博信讯吉的猪怪蒙上位才二十九岁 从小他就立志要当一个飞官 也顺利圆梦了毕业于空关一二零年班 才刚新婚没有多久时间 去年才生下女儿 女儿才一岁大 飞行时数七百个省时 平常的他很喜欢听音乐 在制航基地的乐团担任了吉他手 还参加过公益演出 曾经就说过自己因为白天飞行很紧绷 因此晚上都靠听音乐疏压 还写了歌曲蓝天 讲述自己的军旅生涯 但应该有大好前前在等待 但突然走了 让从小看他长大的邻居 是泪流满面 好 因为疫情延后到明年的婚礼 再也办不成了 让家属心痛万分 深情陶醉演奏电吉他 身上还穿着空军夹克外套 他就是二十九号清晨驾驶 F-51战机失事坠海 不幸殉职的空军上尉朱冠蒙 事实提醒自己勿忘初衷 毕业于空冠一零二年班的 竹冠蒙得年二十九岁 是彰化人 从小立志当空军飞官的他 飞行时数有七百小时 去年才刚刚生下女儿 事业家庭都得意 没想到年纪轻轻碰上这样的意外 听闻二号从小看着竹冠蒙 长大的老邻居崩溃 痛哭不敢相信 曾经在社群网站 晒出幸福家庭照 竹冠蒙身穿帅气制服 手里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 和旁边年轻妻子 露出幸福洋溢笑容 原本预定在四月举行婚礼 因为疫情延期 没想到却成为这辈子 再也办不成的婚宴 工作之余还喜欢自由潜水 爱剧上全市潜水照片 热爱海洋熟悉水性的 他如今却深葬大海 据了解竹冠蒙可能是为了 避免战机坠落村庄 舍身就村民 才把战机开到海上 却也因此丧失 跳伞安全高度不幸身亡 主管蒙热爱工作也爱音乐 所属的台东智航基地内 F5战机又称虎式战机 因此创立了摇滚乐团 而朱挂蒙就是担当吉他手 还曾经自创此曲 将军旅心情写成歌曲蓝天 歌词里说要用尽生命守护家园 如今因公殉职 却也让社会感叹 失去一位热爱国家的勇敢将士 记者综合报道 参议 dialogue The End The End 感谢观看